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了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 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 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就跟进东张西网林太买楼中伏的这个case 大家可以听我上一个podcast 简单来说,他面对的那个困境就是在于他买了那个单位 然后就是在这个林药和真正要交收中间的那个空窗期的时候 给他发现原来填土厅的资料是没update的 然后多了一个债主程咬金就出了来 之后就醞釀成为一系列的悲剧 就是有很多的位置是令人觉得内人尋味的 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事主是现在我们见到的那个受害人 他没有了那七十几万 所以我是会站在事主的那个角度去给他几分同情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在法律上面追究哪一个人有责任的话 那这个就是another issue 就是道义上面他被人骗了个几十万七十几万 那我是同情他 但是你要计算到底法律上面那个责任谁是要苦的话 其实暂时我们能够得到的证据是不够充分的 因为我们在东张西望只见到事主他们那一边的说法 但是卖方律师卖方律师其实就没太多involvement在这里 而他们两个的角色是挺关键的 就是因为为什么一般的交易不会是一个买家和卖家直接交收 要大家都要找一个代表律师去做交收呢 就是因为这些土地的交易本身都有它的复杂性在这里 所以买家要找一个代表他的律师 卖家也都要找一个代表他的律师 钱也都要放在一个律师的escola币 也就是托管户口那里 确认所有东西都没问题才可以完成交易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一张合约就完成了那个物业的买购 要分林药和正式药 要给小订要给大订 就是因为本身的交收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见到 林太上了东张西望那里吐苦水 就说他被人骗了 但是其他的很多资料我们都还未知道 所以我都不能够100%确认林太是100%确认 但是他一定是受害人 我只能够确认这一件事 但是他也有一个代表律师的嘛 那么代表律师就是帮他负责这个买卖 理论上那个代表律师行呢 一见到有不对路的时候呢 他是可以马上去 advise他的 那就是client也就是林太终止这个交易 那你一又见到不对路 立即终止交易 那你就可以补住那笔钱 不会损失了 那这件事你是可以及早就防范于未然的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们见到那些东西不对路 又多了个二案 然后又多了个不是三案来的 是一个他私人贷款 弄出来的一个债主 就在一个填导厅的资料那里 但是去到这样呢 都还去proceed这个交易 那结果呢 去到某个位置就是 就是那个填都已经是刮了出来的了 然后你都还要跳进去的时候 那你当然可以去说就是 刮个填给你那个人是坏人 你可以这么说的 那绝对是了 但是反过来就是 你走路的时候 你都有个子路人 有个盲工竹的嘛 那那个盲工竹 他点了你进去 那个填里面 跌了到一个洞那里 那那个盲工竹 那个引路人 那个导游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责任在的 而我们也都说回一般的物业交易 因为我以前做上市公司 都面对过几单的物业交易的 坦白说呢 就是一般的律师楼呢 他们都不会真是找一个律师 由头跟你跟你跟到尾的 原因就是因为物业交易 虽然很复杂 但是香港呢 都真是受到地产把权所影响 物业在这二十几三十年都是很蓬勃的嘛 那一般的律师楼呢 都做到熟了的了 那所有的Protocop SOP 全部都是很工序化的procedure 所以呢 一般的律师楼呢 都是找个师爷呢 去跟你搞定了大部分的文件 那真是去到呢 最后啦 那些文件搞定了 在checking的时候呢 才叫个律师出来去看一看的 那我以前用上市公司的名义去做一些物业的收购 都是这样啦 那当然啦 我负责的部分就是联交所compliant的部分 就是很物业交收的那些 我是会知道的 我也都会参与的 我也都会上律师楼的 那但是我是不会说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跟着足的嘛 那既然我找一个律师去代表我们公司的时候 那当然一个律师跟着了 那到最后我都是其中一个gatekeeper 那我gatekeep的那个部分就是联交所 和SFC一些法规上面的部分 就是譬如物业本位的尺寸太大 我们要去开特别股东大会呢 又或者我们要做一个披露的时候 那些通告怎么写呢 那我负责是后面那个部分多一点点啦 站在那个律师楼的营运角度呢 你是会可以理解到这个分工的 就是那个律师他真的千除泊念 搞了万几样的难关 他才拿到那个律师牌 那他也都可能是升级做了一个partner 可能跟着一些大客 跟着一些的上市公司 甚至乎他可能要出去拨生意的嘛 那然后去到那些groundworks 文件东西 adminworks 那他当然是找legal assistant 或者legal executive去处理 找师爷去处理 那所以一般的律师楼 你可以理解到那个分工呢 就是真正有律师牌的 通常都是出去跑生意的啦 又或者去见客啦 做relationship management啦 去到groundwork的时候呢 就是师爷去做啦 那然后呢 当那些groundworks paperworks 文件东西做完的时候 那个律师才会再做一个final checking 再做一个决定的 那你可以理解到这个分工呢 就是有一个行政上面的方便的 那而这种这样的物业交收的方式 要找律师楼去做托管呢 亦都令我想起2022年呢 就发生过一宗很灾难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律师楼 叫做黄奉律师楼 那他们都是很出名 曾经很出名 就是做一些物业上面的买卖 那种做到很大的 那然后呢 他们理论上 一个律师楼呢 他是会将他们一般 营运的那个户口 和他们托管的那个户口 是分开的 就是正如你在这个 这个证券行里面 那证券行当然他会有一个户口 是为了他日常的营运 就是譬如出粮啊 或者去交电费啊 供NPF啊 租金啊 那那个户口呢 就是为一般性的营运用途 那但是另一个呢 就是托管的户口 那托管户口 就当然是保持着客户的资产 而那个户口呢 理论上呢 是不可以动的 你一动的话呢 就犯法的了 那律师这些行呢 都是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一个就是他operating account 就是在一个bank里面的 另一个呢 就叫做esquo account 托管户口 就是当呢 你买卖物业的时候呢 你的钱会放在那个 独立第三方的托管户口 由个律师看住了先的 之后呢 当件事真是smooth了 可以交收的时候呢 就将那笔钱呢 就转回给那个卖方 那然后呢 就是honor回整个contract的进行 那整个contract呢 才叫做完成的嘛 那但是2022年的时候 就发生一宗丑闻 就是黄奉律师楼呢 其中一个师爷呢 就原来他是有一个assets呢 是可以拿到那些托管户口的钱 那里是有几千万的 那因为那些人呢 首先是给了一些按金 跟着之后呢 就放了到律师楼 跟着之后再去问银行那里申请一个按揭的嘛 那但是那个师爷呢 就亏空公款 直接将那些钱呢 就搬走了 那接着之后 后续就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些犯法的东西 因为你是亏空了公款 你是盗洩罪啦 诈骗啦 等等啦 那结果呢 这一样东西是引起一个很大的灾难 就是因为那些钱呢 理论上你放了在第三方律师行那里呢 你是应该要如期去给那个卖价 跟着同时你去申请银行的按揭的嘛 好了 那现在你那些按金被人倒走了 你没办法交账给那个卖价 然后你也都在申请按揭的时候遇到麻烦 那里面上有些人呢 他要额外去借钱去上会 就有点像你被人追差价那样 那你交不足那笔钱的话 那银行他也是按本子办事 他不管你那笔钱是否被律师偷走了 又或者那个律师行被人亏空公共亏走了 总之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那之后就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完成到那个首期 那之后就金管局是有干预了 律师会是也都有出手 就是律师公会就接管了那间律师行 就尽量保存现在律师行剩下现有的资产 维持着他们一些基本的运作 接着金管局也是陈情叫那些银行高抬贵手 就是如果他们是透过这间律师行去做案件的话 就放过一条生路 就不要立刻杀他们 不要立刻叫他妈子 不要立刻搞他们 不要立刻砍他们 不要立刻砍他们的仓 不要立刻刮他们的案件 总之不要做 总之给一个同情他们 还有给一个过渡期他们 这件事就勉强用一些行政的手段解决了 之后金管局是有一个新的措施的 那个新的措施就是他希望一些简单的物业交收 就从此是bypass了律师流的 那一样东西叫做PAPT 转案 这个转案是理论上就是因为这件事所应运而生的 但是有好有不好的 第一就是始终你做一个交收 你是会面对Counter Party Risk的 正如我上一个Podcast所说的 就是日本那套剧《地面师》 那个地面师它面对Counter Party Risk 就是你都不知道对方是真还是假的 那个卖家是真人还是假人 那这个就是Counter Party Risk 如果在加密货币世界都经常都有 你看到FDX爆煲 接着之后JPEX爆煲 又或者Member爆煲 就是你的钱放进去第三方户口 第三方爆煲 接着就出现了Counter Party Risk 那现在在这个物业交收的过程里面 理论上Counter Party Risk就是在律师行里面 因为律师托管了你的笔钱 它是要确定的 它是要确定所有的Dual Diligence 做足才将笔钱移给那个买家 那变上律师行是承受了Counter Party Risk 但是金管局就新公布了一个措施 就是有些物业的交收 其实你是可以是不用经过律师的 而这个措施呢 其实就坦白说是有好有不好 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啊你是找了一个律师行 那律师行他有没有真的帮你完成交收呢 就似乎又是公说公有理 就婆说婆有理 去到最后呢 又好像是交收不到那样 但反过来用金管局所提倡的PAPT 就是直接两间银行进行交收 是否又绝对没有问题呢 到最后如果真的有一些隐藏的债务的话 谁负责呢 这些Counter Party Risk呢 是到现在都没办法有一个好系统的方式去解决 总之一涉及交易 一涉及交收 就会有这个叫做第三方风险 那第三方风险呢 就差了是银行发生 还是律师行发生 那2022年就发生过一次是律师行发生 那今次我们见到东张西莫的苦主 也都见到似乎是律师行有一个责任在 但是去到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只能够提醒一个就是买楼很危险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那场里有没有一些隐性的债务 隐性的资产 不是隐性的债务 没有资产 隐性的债务 那如果它突然之间跟你玩东西 是原来在交收期间有一些隐性的债务 一下子推出来的话呢 其实你去到最后呢 你都有一个麻烦 那这个就是我想强调一个地方就是 楼也是不要乱乱乱 放置楼也是在跌着 那你买一样东西在跌着的时候 还有机会输了万金 然后有机会会中伏的话 你比买股票 你比买货币 你比买货币 所以大家进行这些弹额的物业买买的时候 就真的要冒必小心为上 小心行事 这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多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呢 就叫做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而加一个很艰难的市况呢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90后投资经理阿燕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也是放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近年就研发了一套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系统也是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在里面 莫言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那这一套的方式呢 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炒股 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填一填下面那张Google Form 去找找TraderKate 让他去和你分享多些他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和出其制成 首先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也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紧要 如果我平时喜欢看我的影片 也都多些去看多些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是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算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mecode 和payme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赏一下我们 以及也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 只要你在payme打赏里面 包括一些你想讲的讯息在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平台宣扬开去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服务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最近比较受欢迎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 利用52万的信用卡 免息分期的财技 而且还可以有15万 乘住不需要找的这种方式 去帮大家度过这个现金流的难关 那这个产品都非常之受欢迎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在现在这个市况那里 知道怎样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除此之外我的patreon也都有一系列的 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 那也是有很多的podcast 影片 还有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爆黑幕的特备专有环节 还有文章 还有有ebook e magazine 是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的 那patreon之外呢 我也都有一个fortune ensign prime的订阅产品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金融上市公司方面的分析 或者财技上面的知识的话呢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产品 也都可以看到最近我的股票上面 或者加密货币上面有些什么的部署了 还有我自己也都出了七本书 如果你对我七本书都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pm我 又或者是去回我的一个卖书的网站那里 去多多支持